天哪 看这个狗狗 我刚刚从房间里面 涂了一点口红出来 然后这个狗就上手 能看到吗 就是我蹲下来跟他玩 然后他就来扑 看看 让我看看 让我能看好明显 证据我都有了 怎么办 晚上吃火锅吧 怎么办 狗肉火锅 给他擦一下吧 拿那个 擦掉了 我看看 你拿开 擦不掉 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周三 好累啊 每到周三我们家都 一种百费戴心的状态 因为每周三我差不多都会整天 坐在电脑面前 然后剪视频啊 然后天哥有自己的工作 所以我们每个礼拜三 感觉都见不到你 所以我们每周三都是 就是很忙很充实的状态 然后也几乎不会做饭 基本上礼拜三都是叫外卖吃 然后我们今天叫了那个炸鸡 叫那个 叫韩国炸鸡 是我们两个平常也喜欢去店里吃的一家饭店 刚刚才到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来吃了 我们这样 我们把这个淋到 饭和薯条上面 还是把薯条和饭倒进来 淋上去吧 我觉得更好一点 但这个会不会太小了 OK我要准备吃饭了 然后现在我们家的厨房里 还有一大堆碗 周三都没有人洗碗的 所以一会儿我们白天的事情处理完了 才会去收拾厨房 洗碗什么的 大家晚上好 我们刚刚去了一趟超市回来 现在刚刚到家 每次一回家 袜子一脱 皮皮就来抢袜子 我们其实挺喜欢晚上去逛超市的 因为晚上超市人还挺少的 但是其实晚上去超市的话 如果你想买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 尤其是新鲜的菜 青菜什么的 就会剩的比较少 然后能挑的选择不是很多 剩下的菜一般也都不是特别好了 所以经常也会买不到想买的东西 那今天正好刚刚回来来给大家做一个新鲜的grocery haul 来给大家看一看今天买了什么东西 手上还贴着这个 在超市里面贴的这个小贴纸 现在每次去超市 进门的时候都要去量体温 然后要扫描身份证 然后给贴一个这种 I'm OK的小贴纸在身上 才能进超市 这个相机太矮了 我把它放高一点 先来把冷冻的东西收了 这样可以收起来 冰淇淋 这个韩国的蜜瓜味的冰糕 还蛮好吃的 这个我们经常买 然后价格我觉得也还挺实惠的 所以我们经常会存货在家里 然后买了冷冻的这个排骨 买了两包 这个经常天哥会做糖醋排骨 或者有时候我会做土豆烧排骨 买了一大个牛奶 这个是两升装的Greenfields的全脂牛奶 因为我们在喝咖啡会用这个牛奶 所以一般都会买全脂的 才能够用来打奶泡 哦 我们买辣椒和香菜 不如没买牛肉诶 都怪你了 催我 烦死了 每次我去逛超市天哥都不停地催我 然后催久了还不走 他就会发脾气 又买了这个油麦菜 不过今天买的这个油麦菜不是特别新鲜 你们看看到有一点就是要软了的感觉 这就是晚上去买菜就会买到这样子的菜 然后还买了两个超大的番茄 我很少在超市里面看到有卖这么大 这么新鲜的番茄 一般新加坡超市里卖的那种小小一个的 然后圆圆的那种番茄 一般都只有这个的一半大 然后今天我看到这个觉得还蛮好 然后蛮新鲜的我就买了两个 天哥不是很爱吃番茄 所以我可能就直接拿来自己切片 然后沾一点糖就直接吃了 然后这个是正在打折 所以买了一桶油 最近用油用的还蛮多的 有时候做蛋糕啊什么的 其实会用到挺多的油 补了一桶油 买了两个黑巧克力 准备用来做咖喱用的 一包山楂 这个就是那种小时候吃的那种山楂片 就准备用来放在冰粉里面吃 冰糖 这个是那种小颗的冰糖用来做菜的 天哥是买来用来炒糖色啊 做一些炖菜用的冰糖 买了一个这个哈密瓜 这是在超市门口看到的 上面写的好像是 诶 我记得刚刚那个货架上面写的是 中国哈密瓜 当然这个包装上写的又全都是日语诶 好像挺便宜的 四块左右 有一个而且还挺大一个的 看起来这个 也还不错 把衣服脱了看一下 哦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哈密瓜是四块五 没错是中国是中国的 这上面写的中国 是中国的 吓我一跳 因为今天这个账单的价格还蛮高的 然后天哥说 你是不是买哈密瓜的时候 买成了那种日本的三四十块钱 一个的那种哈密瓜 没有是四块五的 买了一包这个恰恰的山核桃瓜子 这个瓜子在新加坡其实很多地方超市啊 育好国货都有卖 但是它的这个味道 其实比在中国买的味道还差一点 因为我回国的时候吃过一次国内的 它的味道比这个要更香更浓 不过这个也已经还不错了 所以买过来 有时候看电视的时候会吃 山核桃味的 我们特别喜欢吃 买了一盒这个荔枝 以前我也买过几次 但是直接吃的话 我感觉这个 它的新加坡卖的这种荔枝 它还是不是那种完全熟的荔枝 个头不是特别大 然后也不是很饱满的那种 我以前买过觉得不是特别好吃 所以今天这一盒我买来 是准备把它泡酒喝的 泡一个荔枝酒 所以就买了一大包冰糖 也是用来泡酒喝的 冰糖 然后买了两瓶白酒 准备用来泡那个泡荔枝酒的 哇 这上面每一个的包装还不一样 这个上面画的是重庆 这个上面画的是大理 哇 我其实从来没有买过 姜小白的白酒 这个在新加坡买还挺贵的 14新币一瓶 这就是今天买的所有的东西了 哎呀 这是咋回事 你看看我这手高 我带回去觉得这个无名指冷本的 凉凉的 大家晚上好 我决定择日不如撞日 今天就来把这个荔枝酒泡上 这样就可以早一点喝到 我用的是这个宜家的一升的这个玻璃罐 然后我刚刚已经把它消过毒了 消毒的话可以用开水煮一下 然后也可以用高度的白酒 在里面滚一圈 也可以达到消毒的那个作用 现在我先来剥荔枝 荔枝的话我就准备直接这样剥 然后就不给它去那个里面的盒了 这个荔枝不是很饱满 它的纹路不太明显 找不到给你那个缝 荔枝全都剥好了 然后冰糖也准备好了 就冰糖好像有点大 先挑小块的用吧 一层荔枝一层冰糖 这样一层一层堆上来就可以了 然后最上面一层用冰糖盖住 我还是不给它 就冰糖来讲 你是不是想在这里 这个然后吃 那么不瞬你 另外一层用冰糖 就像冰糖 让它来来 就像冰糖 冰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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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的太满了 我用一层小粒一点的冰糖把它封一下算了 然后再往里面倒上40度到60度的白酒就可以了 所有的白酒都可以什么二锅头啊都可以的 这样子其实就做好了还挺简单的 看过很多不同的说法 有的说要放半年 有的说放一个月 然后有的说放个一两天就可以了 具体的我也不是特别懂 我准备这次先试试泡个几天 然后就拿出来尝一尝 如果不行的话之后再泡久一点 本来说我要在上面写个日期 但是我发现这个 我撕下来这张日历上面正好就有今天的日期 我就准备直接把它绑在上面 这么多开玩笑 我穿过了一只有一整天 然后我们在这里 我会把这些甚麼地球猪 哈喽,大家下午好 刚刚我收到了一个包裹 来跟大家一起开个箱 这个是智云的品牌方 寄给我的一个手持的稳定器 哇,这么小 一点点大 这个我还挺期待的 是他们刚刚才发布不久的这个Smooth X 是一个体积很小的一个 给手机用的云台稳定器 其实我自从开始拍视频以来 接触过很多不同的稳定器 但是到最后我都没有用下来 就是因为只有一个原因 稳定器的体积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太重了 之前我给我的相机买过一个稳定器 然后还有用过一个手机的稳定器 他们都是体积大小至少是这么大 然后每次我都觉得体积太大了 然后拿起来也很沉 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我觉得满意的稳定器 不过这个我自己还挺期待的 因为它特点主打的就是体积很小 然后很轻 大家给你们看 一个白色的这样子的 还挺好看的 我觉得拿出来 这个体积真的还蛮小的 就这么一点点 拿在手上跟我的手机比差不多 一样大 还能比我的手机窄一点点感觉 我来试试看怎么用 最近我们出门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是带皮皮出去玩 然后有时候想拍一下皮皮 但是带着狗狗出门 然后还要带一个大的相机 然后有时候还要跟着皮皮跑两步 整个拍出来的东西就很少有能用的片段 所以我最近出门都不怎么带相机了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盒子 应该就是什么充电线之类的 一点点大 我需要你帮忙 收纳起来这个状态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弄出来 你看看它这个说明书上写的 然后应该就是把手机放置就能用了 这么快的吗 然后就可以开机了 它需要先下载一个APP 然后在上面激活才会工作 稍微调一下这个平衡 可以了 可以了 快看快看 面板上就是三个键 其实很简单 跟大部分的稳定器都是一样的 有一个换模式的键 然后有一个控制方向的键 这个就是录像 很简单 只有这几个键 然后上面呢 这边有一个 哎呀它不过来 这里还有一个电源键 就是用来开机关机 它好像还有一个延长的 可以当自拍杆 就是还可以变得这么长 这个角度还可以用来自拍什么的 就是可以离得稍微远一点 看起来不错 我准备带出去试试看 正好带皮皮去楼下散散步 我们回家了 刚刚试用了一下这个稳定器 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出门带着还蛮方便的 很小 我刚刚就塞在口袋里面就带出去了 用起来上手也挺快的 而且这一台它的价格其实也很便宜 大家如果平常会用手机拍视频 或者是用手机想要记录自己的旅游啊 或者是平常那些生活的话 我觉得这个小小的稳定器还挺适合的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我挺喜欢的 今天太阳烟超级大 哈喽 大家下午好 我又穿了这件Everlane的衣服 这件衣服虽然是品牌方送给我试穿的 但是我跟天歌几乎每天都在穿 因为真的好舒服 每天我在家里待着就喜欢 穿一件这个Everlane的短袖 再穿一条我的无印良品的那个睡裤 哇 太舒服了 我感觉随时我都可以跟我的沙发融为一体 他们家所有的这种短袖T恤 我觉得都很适合在新加坡穿 因为它都是那种很软很糯 然后很透气的那种质地 就穿起来特别凉快 我最近超喜欢穿 每天都是跟另外几件Everlane的短袖一起 每天洗了穿 穿了洗 就是不停地重复穿这几件衣服 我没有说他们品牌给我的广告费哦 虽然是他们送给我的T恤 但是我真的是每天都在穿 我准备来做一个午餐 其实我自己不是特别饿 但是天哥已经从早上工作到现在挺久了 他每次太久不吃饭就会脾气很暴躁 而且他今天从早上到现在都挺忙的 一直都在房间里面开会 所以我准备给他弄一点吃的 家里就好还有一点剩饭 我就准备做一个快手的菊饭 其实做法很简单 只需要一点剩饭 然后需要一瓶这个意面酱 还有这个Mozzarella cheese 就可以了 就这三种原料 其实就能做出很好吃的菊饭 然后我们家正好还有这个Bacon 所以我准备把这个Bacon也加进去 先把这个剩饭 稍微戳散一点点 就跟其实一本炒饭有点像 但是我觉得可以比炒饭更简单一点 然后我把这个Bacon剪成小段小段的 然后把它分开 一会儿我准备稍微的煎一下这个Bacon 如果不放Bacon的话 这一步就可以直接省略了 把它Bacon撕开一点 随便找个锅 然后把这个Bacon放进去 煎到你喜欢的程度就可以了 然后倒一点这个意面酱在里面 倒个半厘米左右 然后再把饭倒进去 把饭和里面的酱汁拌匀一下 这里可以稍微尝一下味道 如果不够咸或者是味道不够重的话 可以再加一点那个酱 不需要炒它 把它搅拌均匀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找一个可以进烤箱的容器 把饭放在里面 把它稍微的轻轻的整理一下 让它这个表面大概处于同一个高度 这样一会儿比较方便铺那个芝士 这一步其实如果想偷懒的话 都根本都不需要进锅里面 直接弄个大一点的碗 把米饭跟那个意面酱 混合到一起拌匀就可以了 不过如果是冰箱里面拿出来的米饭的话 要提前用微波炉热一下比较好 因为它在烤箱里面的时间不是很久 它可能米饭热不透 轻轻地把它按平就可以了 不用压得特别紧 然后在饭上面撒一层厚厚的芝士 芝士的多少 看你自己个人喜欢了 我们一般都喜欢放很多 要稍微多放一点 才会有拉丝的效果 现在我的烤箱已经预热了一会儿了 其实最开始做这些动作之前 就可以把烤箱预热了 因为这一步其实还挺快的 这样就差不多了 就可以放到烤箱里面去200度 烤大概8-10分钟 等它表面的芝士都融化 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 哇 还在冒泡泡 好吃吗 这个芝士超级难的 你也想吃啊 你不可以吃 你不能吃 你不能吃 又简单又快手又好吃 在家里不知道要吃什么东西的话 也可以试一试 就买任何种类的意面酱都可以 我用的这个是carbonara的 用那种什么番茄的bolognese 任何的罐装的那种意面酱都可以 其实也可以用来拌那个macaroni 就是那种小个小个的通心粉 天哥他们要做一个那种什么training video 然后他刚刚录好了 我再帮他稍微剪辑一下 拿出我的看家本领 嗨 everyone hope you are doing well during this pandemic 我的额头都在发光 大家晚上好 今天一天超级累 然后我们很晚都还没有吃饭 现在我们两个 准备来吃一个简单的小火锅 对 开了啊 开吧 火锅 我们两个用一个很小很小的锅吃就够了 然后我们有两盘肉 一个牛肉一个羊肉 这边还有一些青菜 这个是山药土豆和年糕 然后有这个 这个是我们最近新发现的叫皇帝苗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吃起来是那种肉肉的口感 然后我很喜欢吃香菜 这个是我的火锅料 这个是天哥的火锅料 要加水吗 到处都是 我们家厨房这个台面上 到处都是这个 面 面坨坨 这是今天上午我在家里揉面的时候弄的 今天揉的那个面它特别的湿 然后我就一边揉一边甩 然后现在弄的我们家厨房里 天上地下 到处都是这个 面团 我好崩溃啊 我从昨天开始到现在 一直在尝试一个吐司的配方 是需要用厨师机揉出那个膜的 我没有厨师机嘛 所以我一直在尝试用手工揉面 然后揉到我现在肩膀我感觉有点 落枕的感觉 然后最后还是没有揉到理想的状态 因为它在一边揉面的时候 面团你同时也在发酵 所以到后面最后的状态还是比较粗糙 不是很理想 我已经把那个面团放到烤箱里去烤了 不过我觉得最后出来的效果应该不会特别好 累死了 累了大半天 结果还弄出来一个失败品 好难够 最近几天我其实在考虑要不要入手一台厨师机 可以揉面的那种厨师机 但是我去网上看发现新加坡 我想要的那个型号现在全部都断货了 几个大的网站上基本上都是没有货的状态 所以短期内我觉得应该很难买到了 或者是它的价格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但是用手揉面揉吐司真的还蛮累的 现在是周五的下午 大概已经五点多快晚餐的时间了 我准备来卤个猪蹄 还是卤猪蹄最好吃 这边是我刚刚准备好的 香料 香叶 然后干辣椒 冰糖 呃 桂皮 八角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花椒 然后还有我之前做过的留下来的老卤水 把猪蹄放进去稍微煎一下 我刚刚已经焯过水了 然后加水 没过猪蹄 这个是我的老卤水 放一块姜 这个我用刀在表面上滑了几刀口子的 两节大葱 放两勺生抽 两勺老抽 再放一勺醋 如果没有老卤水的话 酱油要稍微多放一点 可以尝一下这个汤 要比较咸的感觉才行 咸 等它煮开之后 可以关成小一点的火 把盖子盖上 然后炖个大概两到三个小时 我一般喜欢炖的久一点 因为我喜欢吃很软很烂的猪脚 我们馒头烤好了 好难过 天呐我的吐司你怎么了 我揉了一上午做出来个馒头 真的吗 嗯 天太难吃了 又咸又 又实的馒头 嗯 哦好咸 大家 在网上去找食谱做饭的时候 一定要 挑一些比较靠谱的食谱 挑自己比较 信任的 比较靠谱的博主 哎呦 哇 煮的好烂 好烫啊 好烫啊 我只能端一碗 超烫 吃饭啦 今天是猪脚饭 那个猪脚和猪脚汤都还有啊 可以去添 哎 脖子好疼啊 今天早上揉面揉的 我们再看 最新一季的 跑男 奔跑吧 郭智琳太逗了 是 很厉害 是 而且他很有才华 真会说话 哈喽大家 下午好 今天是周一了 这两天我有点身体不太舒服 今天早上起来就好多了 恢复了 所以我又 回到了我的厨房里面 虽然身体不是很舒服 但是我的购物能力 还是一点都没有下降 昨天晚上6月1号的零点 是淘宝618活动的一个预热 就是有很多商家会提前打折 所以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 也买了很多东西 之后如果收到了 再慢慢跟大家分享 呃 那今天 BB 吵死了 今天我准备来做一个提拉米苏 之前就一直挺想吃 挺想做提拉米苏来吃的 但是每次去超市我都忘记买 就是要买的东西 因为 呃 做提拉米苏需要一个 这个叫做Mascarponi的一个 马斯卡棚知识 并不是所有超市都有这个卖 还挺难找的 跑了好几个不同的超市 然后终于在co-storage 找到了这个马斯卡棚知识 然后刚刚在超市我还买到了一只 呃 帝王花 也是在co-storage买的 这个是粉红色的帝王花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单个的一只插在花瓶里面 就给人一种很很有霸气的感觉 而且可以放很久 它的花期特别长 先简单的给它放点水 插上这个花 这个花瓶的瓶口还挺小的 我觉得可以适合一只花 就还挺好看的 剥掉几片叶子 这个花也太硬了 做提拉米苏所有的材料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的模具是这个大概是15厘米长的一个方形模具 首先是马斯卡蓬芝士 这个大概300克 然后是蛋黄 4-5个就可以了 我用了5个 白糖70克 淡奶油需要大概270克的样子 然后 郎姆酒 还有咖啡 这个是我刚刚做的 Espresso 做了大概 3-4个 Shots 大家也可以用其他的咖啡 比如说 法牙湖 素容咖啡 都可以的 然后是这个 手指饼干 我是买的现成的 这个也可以自己做 因为最近新加坡所有烘焙用品的店 应该都没有开门 所以我买不到这个 这一包我是从淘宝买过来的 大家如果买不到的话 可以用微化饼干 或者是一些蛋糕 就是戏风蛋糕 代替也可以的 然后我还用了这个吉利丁片 我用了两片 大概每一片是5克的样子 这个东西只是用来给提拉米苏定型的 因为我用了这样子的模具嘛 最后我需要把它整个拿起来脱模的 所以就需要给它定型 大家如果直接在碗里做 就不用把它拿出来的话 就可以不用加这个 没有也是可以的 就是这些材料 把这个吉利丁片掰成小块 然后把它泡在水里 先把它泡软一点 一会儿再拿出来隔水加热 把它融化就可以了 糖和蛋黄放在一个大碗里面 用一个奶锅 煮一锅开水 然后关小火 把这个蛋黄和刚刚的白糖 架在这个锅子上 让它这样隔水稍微加热一会儿 这样可以让蛋黄稍微熟一点 然后要一直不停的搅拌它 加热到这个蛋黄 你觉得它体积有点变大了 然后表面上有一点白白的 这样搅拌 它表面上会有这样子的 你倒一倒的纹路 就可以了 我大概搅了六七分钟的样子 现在这个蛋黄糊就做好了 把它放在这儿 让它自己慢慢的降温 刚刚泡软的这个吉利丁片 把它捞出来 也放在刚刚这个烧水的奶锅里面 给它隔水加热 让这个吉利丁融化就可以了 等它变成液体就可以拿出来了 把吉利丁加在蛋黄里面 搅匀一下 然后这个是那个马斯卡蓬芝士 我已经让它软化过了 现在用这个打蛋器 简单的搅拌均匀一下就可以了 变成这样子 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要把这个蛋黄和这个芝士 混合起来 分两到三次 把这个蛋黄倒在芝士里面 慢慢的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 再把剩下的蛋黄都加进去 也是一样 拌均匀就可以了 现在它的这个芝士糊的质地是比较的 稀的 它是很有流动性的 这样就是正确的 ok 这样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打发奶油 奶油打发到大概这个程度 这个芝士糊就做好了 哇 好大一盆 然后准备一个盘子 在里面放 120克的咖啡 然后放大概40克的郎姆酒 我把这个芝士糊 放到裱花袋里面 这样比较好操作 如果没有这个袋子的话 直接用倒的也是可以的 然后就可以准备好模具 开始来组装了 拿一根这个手指饼干 在咖啡叶里面 这样 上下粘一圈 然后把它摆在模具里面 这一步动作要稍微快一点 因为这个买的饼干它很吸水 所以泡久了马上就会变得非常软 第一层这个手指饼干铺好了 然后往上挤一层芝士糊 然后往上挤一层芝士糊 ию and then 然后再放一层芝士糊 然后再放一层芝士糊 稍微把它刮平一下 就可以了 给它盖上保鲜膜 就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 冷藏隔夜明天就可以吃了 哈喽大家早 我起来吃提拉米苏了 这是昨天已经在冰箱里面放了一晚上 冷藏了一晚上的提拉米苏 其实昨天晚上我已经尝过味道了 因为昨天做完之后还剩下了一些多的芝士糊 所以我单独另外做了一个 昨天晚上已经偷偷的吃过了 现在就把这个来拆开吃一下 我准备了这个是里面是可可粉 一会儿会撒在提拉米苏的上面 然后准备了一个吹风机 这样一会儿把它旁边稍微加热一下 就可以直接脱模了 先把这个撕开 OK 哇,我拖出来嘞 看起来还不错 快来看我的提拉米酥 快快快,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焦点 先看到鶏肉 魂 鶏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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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灯 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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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我们昨天吃的那个好吃 我跟天哥昨天晚上尝了 就是我用边角料做那个 昨天晚上我们就觉得有点太苦了 就是咖啡和酒的味道太重了 其实是因为昨天那个剩下的芝士糊比较少 所以我们吃到嘴巴里面的咖啡和酒会多一些 就是上面这个白色的慕斯层会少一点 就感觉很苦 但是今天这个上面这个芝士层还挺厚的 然后整个吃起来就没有昨天那么苦了 因为我这一次用的咖啡是那个机器里面压出来的espresso 就有很浓的那种咖啡 然后这个熟制饼干它吸满了咖啡和酒之后 味道会变得非常的重非常浓郁 然后搭配这个芝士糊吃起来就正好 哇这个可以 我给你尝一尝 是比昨天那个好吃多了 在这边的芝士糊里面的摄在纸上 这边是比资的 小白色的鸡肉 就全面熟了 好多了 有点点 喜欢点几滑 点几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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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 我们吃的比较简单 这个是天哥刚刚炒的 蒜苗炒肉 还有一个拍黄瓜 今天只有两道菜 我们再看那个 创造营 哎呀 看你的脸变宽了呢 怎么会呢 你看看 我不接受这种指控 皮皮 就在拔你的裤子呢 皮皮 皮皮已经长大好多了 我觉得它的已经double了 它的size 它也不是我们认识的小狗了 最近皮皮不是很爱吃饭 就是它吃狗粮不是很积极 所以我们还在训练它 养成吃狗粮的好习惯 就老往长了长 不长肉 对 这点还挺讨厌的 对啊它也都不长胖 我们希望它长胖一点 太瘦了 是不是 太瘦了 哎哎 又给我舔个口水印 是 那你把东西放在它面前的 当然就舔了 我的屏幕又花了 要去擦一下这个镜头了 OK 那这周的vlog就到这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哎 是它干啥呢 你快看镜头里面 嘿嘿嘿嘿 好可爱啊 好像狐狸啊真的 是它干啥呢 嗯 小狐狸 小狐狸 哎呀 怎么踹我了 突然变成这种姿势 家好了 这是最后一点点 我数量记得挺啊 零谢谢你们 真的很便宜 我搶到了 149 8本 连USB啊 我有那个USB接口 皮皮又上厕所了 你们俩真的是排着队来 给我安排活是不是 皮皮好乖宝贝 你要把这时候烂泥服上墙吗 烂泥服不上墙 我要绝望了 你看看他 我也在这儿 搞了好久了 谁给你这个想法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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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